亲子的浪漫旅行 正在火热上映中 节目组邀请到了四对风格总益的明星夫妻 他们也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婚姻状态和婚姻相处模式 其中最甜蜜的可以说是谢娜和张杰夫妇了 谢娜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不断的秀恩爱 只要提起张杰都是一脸的崇拜和甜蜜 到达莫甘山别墅看到张杰的杂志封面 他也激动的大喊 到了卧室后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婚纱长 也要对着镜头折护好钱 而张杰对谢娜更是十分的了解和崇溢 他可以说是谢娜的预养地 他担心的一切都在谢娜身上发生了 只能说他们真的太甜蜜了 在最新一期的花式片中 谢娜更是五时不刻不再炫敷 陈丽莎拿出一个杯子 他立马表示在家里 只有杰哥会做 随后谢娜趁有一次宝宝要打疫苗 打针的时候哭得特别的厉害 因为每次打疫苗都是哭得很厉害 那一次张杰一把抱过宝宝 然后一开始唱 过了一会宝宝就停止哭泣了 这一切让医院的人都非常的惊讶 当然这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毕竟张杰是歌手出生 两个女儿估计也遗传了她唱歌的优良记忆 对音乐有极大的天赋 听到爸爸唱歌后 瞬间安静 这一点说明张杰在家肯定也经常陪伴女儿 毕竟只有经常陪伴孩子 孩子才会给大人回应的 谢娜说这些话的时候 带着一种自豪和满脸的爱意 此时谁注意到尹儿 尹儿一听到张杰唱歌完 宝宝就不哭了这段话的时候 她一脸感动羡慕的望着谢娜 想必心里也是非常羡慕谢娜的 毕竟相比于张杰 可能傅欣伯对小月亮 陪伴的时间要比较少 毕竟尹儿的婆婆和月嫂都在 应该平时也轮不到爸爸上场的吧 难怪傅欣伯透露她的家就像一个废人一样 而谢娜和张杰则是和月嫂轮流带孩子 意味着平时谢娜和张杰都是有带孩子的 有爸爸曾遇带孩子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毕竟现在社会很多都是放偶食欲儿 这样一比较 张杰这个爸爸确实还是很称职的 谢娜还夸赞张杰每次都是睡着之后 只要宝宝没醒 她就不动 非常的有耐心 谢娜一脸的骄傲 最后谢娜还不忘爆料二人从认识开始 张杰写了一篇十年内要做的事情 她全都做了 妥妥的悬浮狂漠 有没有 不过不得不否认 谢娜真的很幸福 是不是 这不是 妥妥的悬浮独是 也不是 是 妥妥的悬浮独是